原标题 重真身为皇帝勤勉结解 为何大明还是亡了国 仅因错杀这两人众所周知 明朝是我国封建历史王朝中 倒数第二个王朝 自明太祖朱元璋 从原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 经过了一众的杀伐征战 顺利的建立了大明王朝开始 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六位皇帝 历时二百七十六年之后王国 在明朝十六位皇帝中 昏庸无能的有 勤勉于政的也不少 说到勤勉结解的皇帝 那么王国之君 重真无疑是能够说得上名的一位 在从各个明熙宗朱游孝手中 接过烂摊子之后 自幼在深宫内院中长大的崇真 对于朝堂之上各种权力派系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透彻的把握 天真的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 就能忠心明朝阻止王国的险境 为此更是一成的勤勉结解 然而无奈的是崇真皇帝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在努力的过程中 却是犯下了诸多的错误 反而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 点就是崇真杀掉了两个不该杀的人 展开全文 而这两个人 一个就是被称为九千岁的大宦官魏忠贤 而另一位就是带领官邻铁骑镇守山海关的袁崇患 说到明朝朝堂之上的大宦官魏忠贤 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他就是一个霍乱朝政的燕党 但通过明朝的历史资料 却是不难发现魏忠贤虽然是一个燕党 但对于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 有着清晰的认知 魏忠贤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太监 开设工商税从富豪乡身的手中敛财 填充国库尽 而是不发辽东前线战士的军饷 对于普通的黎民百姓 却是没有任何的侵犯 并且魏忠贤清楚地知道 自己手中的一切权力 都是基于皇权之下 为此自然是需要保证皇权的稳固 这样一来 魏忠贤对辽东前线的战士 更是坚决地支持 将前线的军权下放到 袁崇焕等一众的将领手中 并且对于朝堂之上的东林党人 也是看得十分清楚 这一群东林党 就是空谈勿夺的书生 后续魏忠贤一死 崇祯令东林党人掌权 一众的起义事件才发生 而如果袁崇焕不死的话 在袁崇焕的带领之下 有着官邻铁骑 红衣大炮的存在 黄太极想要迈过山海关 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